正常发挥频道会员召集令 四种频道会员 壮大我们监督的力量 欢迎您召集亲朋好友加入 让正常发挥的声音 不会被消失 原来说 这个强生想留任 是为了要在首相的别墅 办豪华的婚礼吗 因为强生 他今年7月底 就是7月30号据说 本来是要在首相的别墅 举办他的婚礼的 甚至就已经邀请了亲朋好友 他们的亲朋好友都很想来参加 不得了 在首相拜婚礼 办party 那谁不想去 强生当然也想 可是如果他现在掰了 那我就没这个资格了 所以当然就英国的劲爆 就去揣测说 你是不是为了 想保留你的豪华婚礼 所以不愿意辞掉 首相大位呢 那保守党当然就 有话要说了 虽然是赶紧人 但也有话要说 说这个别墅是国家资产呢 可不是你藏身的私人住宅 拜托你体面一点 别那么丢脸换个地方办 请你立刻离开唐宁街10号 唐宁街10号就是首相的别墅管底 当然这只是一个西方媒体或是英国媒体自己的揣测 有点打落水狗 反正你现在落水 办什么婚礼塞下去 撞下去 办什么婚礼走开 有点这种感觉 当然是不是真的我们不晓得 但来关注一下 这个新首相之争 各位很多人被点名了 其他人我不想管 什么什么检查总长 什么什么卫生部长 什么什么我们不管 但这两个人我们倒是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这两位我想过去因为俄乌战争大家非常熟悉 一位就是英国的外交大臣特拉斯 有吧 乡普听他说第一 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对不对特拉斯 另外一位就是国防大臣华莱士 如果特斯拉说第二 谁敢说第一 大概只有华莱士 这两个反俄挺污大将 我们来看 这个特拉斯过去曾经说过 北约要成为全球化的产物 处理全球范围的威胁 他不是反俄 还至终反中 还说北约要保护台湾 不受中国大陆的侵扰 警告中国要遵守西方原则 还说中国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 就很难崛起 然后不能对中国产生战略性的依赖 所以他不止反俄 他也很反中 那另外华莱士呢 这个就是让这个 霍文哥就对他很有意见了 他提到说 哎呀强烈的这个战争罪行证据 包括万人种屠杀 还说俄罗斯要被暂停 人权理事会的资格 另外也提到 说支持英国人前往乌克兰参战 支持任何响应 泽伦斯基号召的人 还说这个盟友啊 不要搞禁随主义啊 衰竞主义啊 说你安抚普丁是不好的 普丁是鳄鱼 不可能跟这样子的人 当朋友或是谈何谈的 那这两个人都是呼声非常高的 尤其是华莱士 哎 现在说第一名啊 第一名啊 那如果未来的英国首相 换上这两位 那我看英国朋友的这个好日子 可能还有点远啊 我们请亮哥 我听到还有一个是财政部长 对啊 蛮多的 其实蛮多人被点名了 卫生那个离开的卫生大臣 也被点名了 那个不太可能 那就不可能是吧 我觉得他现在就有两条在拉锯 一个就是外交军事 然后一个就是把经济搞好 那当然 那个特拉斯是 我看到的特拉斯是领先那个华莱士 OK 而且在6月6号不信任投票 就是波利·江森姓存嘛 可是 大家就已经把特拉斯的照片登出来了 就已经说 说他也做不会很久了 那下一个就是特拉斯这样 这种声音就出来了 那 特拉斯刚好给我们一个 就是又给我们 就是真的搞大法官 搞检察总长的 最好不要来搞政治 尹锡悦就是检察总长 对检察总长 没错 特拉斯是大法官嘛 对 然后搞到外交都变成超级鹰派 对 因为他们的脑袋里面只有理念 哦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国与国关系 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嘛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 这个特拉斯就是完全意识形态 完全理念在想事情 超可怕的 那我认为比波利·江森还可怕 波利·江森至少还当过伦敦市长 对 他还有一点实物的感觉 那这个特拉斯是完全没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上天注定这个 那个Angelo Saxton的好运快用完了 对 你看到英国也乱七八糟 美国也乱七八糟 然后那个澳大利亚的 Morrison也乱七八糟 真的是 然后澳大利亚自由党 换上的那个新的党魁也是 超级鹰派 是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 就是好运好像快用完了 你怎么会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搞到最后都是这种人在治国 真是奇怪 所以 这个也很无奈 可是现况就是如此 那波利·江森事实上 真的是被逼下来的 真的 最后有57个阁员辞职 不得了 这真的是 这一点我们还是要尊敬英国人 我们这都说了 有风骨 我们台湾有政府的阁员自己辞职 没有 因为对苏贞昌不满有人辞职 没有 对不对 真的 英国57个阁员辞职 我们真的要尊敬他们 对不对 那他们就认为说 波利·江森就是一个毫无诚信的说谎金 再让他搞下去 英国会亡 他说我们良心过意不去 无法与你为伍 而且波利·江森说 那让我到秋天再下卸任吧 对 然后他们跟他讲说 你做每一天都在伤害英国 讲话讲到这种程度 好狠喔 是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 坦白说 Angelo Saksen 可以统治世界200年 一定有他的优点 当然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优点 就讲大实话 可是很不幸就是 讲大实话 我也不认为那个 特拉斯会去搞贪污 或说谎 可是他就是脑筋太简单了 你知道吧 这不是 这外行人嘛 对啦 就完全理念化这样 外行的啦 那这是另外一种极端 可是就说 可是英国人对不诚实 是非常不能接受的 对 所以波利·江森你飞下来不可 而且是立即马上下台 对 所以 就被迫走了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 英国这一点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掌声 对 这我非常同意 因为我们在台湾是完全看不到 真的 我们台湾这个政府 如果依照这种说谎的程度 那在英国可能要走200个 大概要走200个 可是你看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走 真的 你就知道 无耻到什么程度 哎呀 亮哥说的事 真的是 连论文都可以搞指路为马 就是这样 亮哥是绝对看不下去 我跟各位说 你去想一下 强生一定很羡慕陈时中 嘿 脱罩嗨唱 对空鸣枪 不用查 不用查 没事没事 没事啊 强生派这一门 就是导火线啊 是不是 然后说哎呀 你怎么跟你说谎 林志坚光明正大说谎 总统还暗战背书 没事啊 你说强生多想来当 咱们台湾的领导 是吧 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 赶快上火了 我们下官了